HELLO 大家好! 新家今天要帶大家看夏天絕對要出來吃看看的超開胃料理 步驟保證簡單台灣都買得到的材料 還有新家最近新買的廚房好物開箱 一起來看看吧! 說到了夏天一定要出現的小黃瓜 大家都怎麼料理它呢? 首先使用兩根小黃瓜 以照它的大小把它切成三或四等份 再用削片刀或是刨刀把它削成片 因為失利點的關係削到一半換個邊 可以得到更平均的小黃瓜片 看看超快的一盆小黃瓜片就完成 加一點細量的鹽巴稍微抓一下去水 再用受熱超快的陶瓷鍋煮半鍋滾水 接下來準備調味 調味到一半水就滾了 這邊要注意先關火 再把薄的火鍋肉片直接放進來散開蒜熟 把它撈起來離開熱水 對,豬肉片才不會變柴 用這支媽媽最常用的料理工具 軟Q細膠材質 補上鍋具一鍵開關超方便 小黃瓜用力抓出力量多餘的水分 再把它擺盤起來備用 備用的豬肉片跟調好的醬料一起倒進容器中 攪拌均勻就完成 味噌芝麻倒在盤子上 撒上柴魚片跟白芝麻顆粒就完成 然後是這個好吃的甜點 超簡單只要幾個步驟 但它比較需要時間等降溫冷藏 記得要提早半天或一天製作起來 這是在樂天買的保鮮盒 空間剛好適合拿來做尾紅豆羊羹 喜歡它的蓋子設計 是可以直接進去微波又是透明的材質 倒進去保鮮盒蓋上可愛又方便的蓋子 等黏固放涼進去冰箱 冰完之後拿出來 像這樣再邊邊給它一點空氣進入 就很好脫模 切成想要的大小再把它冰回去 頭和腿蟬拿個一片出來 這樣懶得多煮 添加菜色的時候很有幫助 小孩也很開心喔 那接下來是日本媽媽一定會煮 以後季節會有些變化的人際料理漢堡牌 上次煮完這道料理 超難得的受到誇獎的訊息 先把半顆冰果的洋蔥切末 用小火加油炒到上色 再把炒好的洋蔥盛起來 快速攪拌到肉有點粗粘性 分了三分之一等份整成圓形壓扁 厚度盡量一致 拿起來左右手甩肉 把裡面多餘的空氣拍打出來 在鍋子裡用一點油 中小火開始煎漢堡牌 等待的時間就來調醬料跟準備蔬菜 大約四到五分鐘之後翻面 日本的絞肉很多油花 到時會把多的油倒掉 超級推薦 26公分深的炒鍋 深度7.6公分的完美比例 油一直噴 但是它的深度又不太會讓油噴出來 兩面都煎四到五分鐘之後 先把它們撈起來 另外放 倒掉多餘的油脂 漢堡牌放進來做最後的處理 再蓋上這個山用的鍋蓋 它可以蓋24、26、28公分的鍋子 洗膠材質不傷鍋具 還非常好清洗 山用鍋蓋非常划算 剩這個時候可以料理一下蔬菜 東京的花椰菜這樣大約200到250 比我的手大一丁點而已 菜梗不算太硬 所以會冷凍擠滿三根 到時候一起料理 另外這個宜得利的復拍 買到的好物每個地方都是貼心設計 所有兩邊都有倒水口 裡面這個漏水網完全不會卡水垢 超神奇的設計 裡面做亮面不易髒 外面霧面不容易掛花 四個配件日本製 可以微波 居然一千日元有找 是不是完全佛心 偶爾沒時間蒸蔬菜 就會用微波爐處理 洗完直接蓋上蓋子 超級方便 容量夠大 不用保鮮膜 直接進去微波兩分半左右完成 微波下去之後時間差不多 把漢堡排翻面 再加入鮮奶油100克左右等待收汁 依照個人口味 可以再加入適量的起司 建議稍微試吃酸度 太酸可以再加一些糖 另外一邊準備擺盤上菜 因為拍攝影片煮得比較久 本來打開應該會有點湯汁 下次再分享有湯汁的影片給大家 那家裡最常出現的一道夏日菜色 媽媽上班的常備菜 做法簡單 吃起來清爽開胃 最適合上班前備用起來 兩塊雞腿用紙巾吸乾 切成好入口的大小 多餘的油脂跟絞筋會稍微把它去掉 油的那一面 炒到胡椒跟鹽巴 這次用28公分超寬平底鍋 讓大量的食材可以快速處理完成 這道菜的重點一定要放大量的油 雞腿會出油所以放比較少 很多季節食術都可以放進來 雞腿煎好直接放進來 全部煎完只剩下這樣 接下來要放兩大匙的橄欖油 繼續煎蔬菜就完成 這次派爸爸買菜回來很高興說 買到了超大的茄子 一樣的價錢 茄子變成這個顏色就可以拿起來 放進去南蛮酸甜醬汁醃漬啦 用對火候跟鍋具 煎完還是會超級乾淨 留下了一點點茄子汁 最後再把比較容易熟的蔬菜 放進來一起處理 在出門上班前跟爸爸說 今天晚餐可以幫我拍個 爸爸吃飯的視角給我嗎 很認真拍 但是我需要看爸爸看兒子吃飯的視角 爸爸說這次比例太少汁 蔬菜放太多 記得使用跟媽媽一樣的蔬菜量 醬汁應該要兩倍唷 這道超適合夏天很開胃 可以直接冷冷的吃 那最後是非常有儀式感 居然超簡單的 豬五花羊排骨食酥 現在豬五花跟羊排兩面 撒上鹽巴跟胡椒粉適量 開火熱鍋倒上油 野白會燙 記得使用防燙夾來調整位置 熱鍋之後放上幾顆蒜頭爆香 就可以直接下肉完全零技巧跟調味 最重要的是肉要新鮮 火候不要擴大 皮卡陶瓷菜汁無毒不沾鍋 最多只能用中火 它的燒熱效果超好 它噴的話可以蓋上防噴網等等翻面 超均勻受熱 還有線條設計 烤肉起來會更冷 被烤肉中間抓緊空檔 切一些適合燒烤可以吸油的蔬菜 把馬鈴薯切完泡水擦乾 完成的豬五花先拿起來 剪成好入口的大小 關小火把豬菜跟羊排翻面 那這個烤盤邊邊 還有做一圈凹槽可以排掉多人的油脂 那餐巾子在邊邊四個角 就可以把它們吸乾 倒入切好的豬五花就可以上菜啦 這餐其實超簡單又偷懶 但是很好吃 居然吃完只剩下兩塊馬鈴薯 可以教客人口味 調整需要的醬料 我來吃吧 我來吃吧 謝謝 現在這款韓國製無毒陶瓷不沾鍋 任命新家王子 最高有達到四折的優惠 試用了三個月 如果只能買一個鍋子的話 也可以考慮爸爸的愛鍋 22公分雙耳湯鍋 在隔離期間 男人忙碌料理救星 嗯? 牛燉牛肉咖哩燉湯 通通難不倒他 記得做好開鍋養鍋 一到使用松泥 脖子可以使用很久 不沾也非常好起來 那絕對不要錯過一起帶回家的好物 高密度木纖維砧板 弄了半年 甜甜煮飯 高質感砧板 都還是保持得很完美 而且非常好使用 顏色很漂亮 質感非常好喔 那比較可惜的是這個保鮮盒 最近發現它不太適合裝生石 或者是切好的水果 看綜藝影片說 早上一杯熱檸檬水 可以加速代謝 然後用這款保鮮盒 裝檸檬或者沙拉 都很容易壞掉 這次其實還有一些隱藏菜色 或是比較難的料理 如果有想要看續集 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抵得追蹤我們的Facebook 跟Instagram 才不會錯過最新消息 掰掰